都说二十六赛季咒识推理之境的紫皮不好看 你觉得还行啊 嗯? 军官神我是你的人 欢迎来到第五文革 是的不知不觉第二十六赛季又来了呀 咱们先来看一下推理之境的紫皮吧 这次是咒识的叫做灰烬狂想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配色真的很新颖啊 而且很有想法 一眼看出来就是那种 在火的灰烬中燃烧出来的花朵的形象 你看包括裙摆上的这种灰烬的细节 还有头发上裙摆上的一些正在 没有燃烧完的这些小火星 都是很有亮点的 有人说感觉这个配色太杂了太乱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背景的原因呢 哎呀你看看这样一对比 我觉得这个紫皮对时提升了一个档次 好不好啊 咒识的技能手持物也摆脱了原本的猴头形象 喜欢带着的是一个被藤蔓缠绕着的石膏头像 看这形象一般地有的作风 这是不是又和某个古希腊的神话背景故事有关啊 有人知道吗 所以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喜欢咒识的这个推理紫皮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呀 那看完了推理紫皮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六赛季的 还为珍宝的挂件分别是牛仔的金挂 蜘蛛和哭泣小丑的子挂 那对于这些挂件的特效推测 应该是比较好推测的 首先是牛仔的金挂爆石鸟 爆石鸟爆石鸟应该是有声音的 而且牛仔的鞭子技能 所以说牛仔在每次试用完鞭子的时候 会不会像先知的一鸟一样有一个鸟叫的声音 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会伴随这种雷电的特效 应该是比较炫酷的 而哭泣小丑的子挂 生日拉炮就比较可爱了 特效肯定就是这种拉丝彩带了 做云监管者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彩带的爆炸效果 还是比较好玩的 没想到哭泣小丑 有这么可爱的挂件 你真没想到 最后蜘蛛的子挂尖叫潘迪 这个特效真的不太敢推测 虽然说有伴随着明显的音符效果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难道是蜘蛛会有一些特殊的音效彩蛋 会让我比较期待 好了 所以这个二六赛季的盘味珍宝挂件 你比较喜欢哪一款呢 那这就是圣诞孩 让我们一起期待二六赛季的到来吧 感谢关注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咱们下期见 拜拜